哈囉,粉絲團的各位車友們,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車款呢,是Honda的Civic 那這一台是8代,這一台是Civic的8代 08年的,1.8升的 然後,因為原來的原廠避震器呢,已經損壞了 所以車友下午來試乘之後,就決定要立刻做安裝 那今天下午剛好也有Civic 8代,還有9代的車友呢,一起來試乘 那9代的話,還會再擇起安裝,那8代的話呢,就選擇 今天就立刻安裝,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拆下了的避震器 其實這一台的話,我們應該在粉絲團裡面有常常在跟大家做介紹跟直播了 那像這樣的避震器的損壞的地方 第一個,這個的防塵套已經有損壞的狀況 那它緩衝的饅頭,也已經有一個,這個一般叫水解啦 台語叫呼氣,它已經有都壞掉了一個狀況 所以,上座也差不多快壞掉了 那車友來試乘之後呢,覺得這樣的舒適度是OK的 所以就立刻要安裝 那後面的避震器其實已經有換過了 但是,今天來換的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那旅圈的話,還是維持原廠的16吋的規格 Civic 8代1.8的規格是205、55、16 所以今天的改裝最主要的就是避震器的部分 那本來的話,就已經有這個Civic 8代的一個制服改 這個算是RR包吧,RR包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後面的部分好了 後面的話,Civic 8代後面的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那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6公斤 那道路版的部分的話,它的彈簧還有Hiro-Key的話 它是固定在上方,Hiro-Key在上方 那這個的原廠上部是有一個倒三角形狀的大橡皮 那這樣的設計呢,跟很多Civic 8代的車友 蠻推崇的日本品牌TEN 它的Hiro-Key的形式跟彈簧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彈簧做的比較大捲 所以它的乘坐的舒適感的話,會稍微比較好一點點 那下方彈簧的一個橡皮呢,就沿用原廠規格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彈簧的規格是180mm 18公分,6公斤 那同身的話,我們有做一個加長的防塵套的規格 來保護最需要保護的一個軸型地方 那後方的話,如果有常常 因為車友很多人幫我們推薦了 那Civic 8代安裝的技巧就是後面的彈簧 不要預載過多 車高的取決是在彈簧上方這一個 我們把這個Hiro-Key調長,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那調短的話車高就變低 今天的車高大概會是上緣到S版 輪胎上緣到S版大概兩指幅左右 沒有特別低 那所以後方的車高取決是在彈簧上方這個Hiro-Key 可是它的預載行程呢,取決是在筒身 我們如果把筒身縮得太短的話 那它彈簧就逼住了 就預載過多,就一定會不好做 彈簧的預載大概3-5mm 就是大概我們調整好之後 它的彈簧量一下它的長度 大概175mm,它本來是180mm 那壓縮之後會大概175mm到178mm 是3mm,並不是3公分 壓縮大概剛剛好碰到,這樣就剛剛好了 那後面的阻尼調整的話,是在行李箱裡面 如果有常常看我們KT直播的車友們就可以知道 這台調整還蠻方便的 是在行李箱這個飾板 這裡有一個黑色的飾板 往內先,這個閃過這個拉鎖之後往內先 就可以看到這裡會有一個KT的LOGO 這裡的話,從LOGO裡面就能看到KT的調整鈕 看不到,好,等一下 來,你手機 這裡KT的LOGO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往瞬時針的話變硬,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所以8代的話不需要再整個都拆下來 稍微拉一下就能調整的到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好了 前面這邊 小心喔 那如果這台車,CIVIC 8代跟9代呢 車高有要降的特別低的話 就建議要改後仰角調整器 如果有要降很低的話就建議要改 好,那8代的話,它的阻尼調整 從這裡有一個試蓋 它有做一個維修孔 那這個維修孔 掀開之後就可以看得到KT的LOGO 從這裡的話就能調整阻尼 往瞬時針變硬,往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從這個地方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那線上的話 其實我們安裝也直播過好多台了 那所以如果車友呢 其實講的介紹的東西都大同小異 那如果車友有需要我們把鏡頭移到哪裡的話 再請告訴我們 我們會把車友們的疑問 我們立刻把鏡頭移到大家想要解答的地方 那前面的話 這個一般道路版本 我們配置的是7公斤的攤晃 這個是7公斤的,200廠7公斤 那這裡有一些ABS感應線的固定架 或者是油管固定座 這些的話都是跟原廠一樣 因為這台車我們真的很謝謝車友那麼捧場 所以我們安裝的速度呢 大概就不用一個小時就安裝好了 那所以 呃 它的側高調整 是靠腳管上方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往這個方向 旋鬆的話 它的這個桶身就能調整了 把它桶身調短的話 側高就變低了 那把它調長側高就變高 所以這台車 最高的話大概是 接近三指幅 那最低的話 輪胎到葉子板的上緣呢 大概是半指幅到平輪的一個程度 所以 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呃很大 那第二個是說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托坐感覺呢 是差異不了多少的齁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KT所使用的用料 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尼油 那這個主尼油是從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的主尼油 所以它的單價雖然比較高 但是它的抗衰退度啦 那種種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像是如果有比較熱血的重計車友 意大利有一個很知名的品牌 叫Apulia Apulia它的前叉 還有避震器的指定用油呢 一律都是使用IP的主尼油 那像油封的部分的話 剛剛提到過的日本的TEN 它所使用的油封也是NOK KT的油封一樣也是NOK 它的品質算是做油封裡面 日本的一個最大的品牌 所以它的品質的話相當的不錯 那單價的話當然較高啦 大概是台灣的5到7倍左右 所以我們一律使用的油品 跟主尼油都是很棒的 一些一個零配件 那這一個大包的部分 這個是RR包 那這一個是1.8升的 一個自然進氣的引擎 8代的話還有一個版本是2.0升 那像是8代 在06年到09年DP的車子裡面 比較常遇到過的是上座的 一個異常狀況 那如果像這樣的上座 其實它的前檔玻璃的下方 是避震器的上座 所以它上座的壽命 通常都有可能會有縮短的狀況 所以我們在安裝時候 會在上座的部分 特別做一些防鏽的動作 那就可以延長它的走程的壽命 讓它使用的壽命更長 那這個是我們在安裝 那麼多的喜美8代 車友一直回饋回來 一直反應我們不斷的進化的一個流程 好 那以上是今天CIVIC 8代的安裝直播分享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 掰掰